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启一本新的书的一个篇章吧 然后反正别的书也会继续更新的 然后今天我们说的是博弈论轨迹啊 全集 然后日常生活中的博弈论的策略啊 本书的作者是叫王春勇 这一本书呢 是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的 然后这个定价 定价是39块8 39块8 然后呢 这里面的故事呢 因为我之前自己也看了 是一个个小故事一样的 所以呢 就会用比较短的时间就能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把这一系列呢 作为每日一读的一个系列 然后呢 本书啊 总共有25个章节 25个章节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走进博弈论 里面有第一张博弈 是如其局局心啊 然后第二张是博弈论 山凡就简三村树 然后是第二部分啊 模型与策略的选择 嗯 第三张就是主要讲的是囚徒困境 这也是博弈论当中比较经典的一个章节 接着就是第四张 人质困境 多个人的囚徒困境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多方博弈论的经济学当中会提到 然后第五张是重复博弈 天长地久的聪明策略 然后是第六张一抱还一抱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然后第七张九八博弈 成功属于明白人 然后第八张枪手博弈 打仗弱的不一定会输啊 然后第九张逐鹿博弈 合作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然后第十张是蜘蛛博弈 事半功倍的顺风车 然后十一张是警察与小偷的博弈 猜猜猜与变变变变 然后十二张是斗鸡博弈 让对手知难而退 十二张是鞋和谬无碗 有舍就有德的人生策略 然后第十四张 无功博弈 从终点出发的逻辑思维 然后第十五张 分蛋糕博弈 把自己变成谈判高手 十六张 因歌博弈 让事业进入良好的循环 第十三张 阿罗博弈 增强你的影响力 第三步法则是信息与机制设置 然后第十八张 脏脸博弈 共同知识的车骨路 然后第十九张 逆向选择买的不如卖的金 然后第二十张 是信息传递好久也怕 巷子生 二十一张 信息甄别 分离均衡的筛子 然后第二十二张 策略欺骗 假作真实 真一假 二十三张 承诺与威胁不战而胜的策略 然后第二十四张 可信度 促于毒酒的背后 然后最后第十五张 要挟人 治人而不治于人 这是一个中国的 我们会比较说的话 然后这一本书呢 就是博弈论的轨迹全集 是作者及前两本畅销书之外的精华本 说明他之前还有一些书 全书用国人视角通俗 易懂得语言精彩的故事 缜密的分析 将博弈论的精妙之处演绎出来 阅读本书 不仅时时可以让读者 得到很多生动有趣的博弈故事 充分享受博弈分析和思考的乐趣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学以致用博弈论的思维和智慧之处 在我们生活中从而赢得更好的一个结局 这个就是一个博弈论 博弈论还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一个机制吧 然后我们今天再把续读一读 我们今天这一章就结束了 博弈论就在你身边 阿灵顿是普林斯策大学的高材生 毕业后被安排到爱迪生身边工作 他对依靠自学而没有文凭的爱迪生 很不以为之为然 有一次爱迪生要阿普顿算出一支离形玻璃炮的容机 阿斯顿点了点头 心想这么简单的事一会儿就搞定了 只见他拿来离形的灯泡 用尺子上下量了几遍 按照式样在图纸上画好草稿 列出一道柿子 可是他一连换了几十个公式 还是没有结果 阿普顿急着满脸头红 狼狈不堪 爱迪生在实验室等了很久 便走到阿普顿的工作间 看到他几张白纸上密密麻麻的公式 便笑着说 您这样计算太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将一杯水倒进玻璃泡里 交给阿普顿说 再找个相同的绒筒就知道答案了 阿普顿毛色顿开 对爱迪生十分佩服 后来成了爱迪生事业上的好助手 有实话 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繁琐的计算和测量 而是一种具有浓厚艺术气息的思维方式 前者固然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但后者同样也可以得出一种令人表达满意的一个方式的途径 这种方式与我们生活中运用的博异论异曲同工之妙 大量的数学模型吓不倒我们 因为我们可以对它置之不理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这样的 在什么情况下 0大于2 2大于5 5又大于0呢 答案是在玩剪刀石头铺的时候 在生活中啊 大家常玩一种叫剪刀石头铺的猜拳游戏 这种游戏就是用紧握拳头代表石头 伸出五根手指代表 伸出两根手指代表剪刀 用张开的掌代表布 每一个手势均代表 均代表一个武器决定胜负的原则 石头剪子剪 石头胜利 布被剪子剪开 剪子胜利 石头被布包住不胜利 双方出同样的手势 则是平局 一般来说 两个玩家先紧握拳头 然后一人或另一人一起说出口令 在最后一个阴劫同时 出示自己的武器来做出胜利 比赛以三局两胜为胜 在冯小刚的电影中 《废城物老》中啊 主人公勤奋的伟大发明 就是指在玩剪刀石头布的一个公正性 但其实比这一发明更具有意义的却是博弈论 因为了解了博弈论之后 你不仅知道玩这种游戏的最佳策略 还可以增加赢的机会 最佳的策略是随机选择的 但是因为人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随机 所以比赛获取是有窍门的 就在于发现必利用对手的随机性 事实上 博弈论就是从石头剪刀布这样的游戏 开始研究诞生的 并且仍然不断从中获取灵感和理论 它的名字直截了当的叫Game Series 中文翻译就叫游戏理论 其中也就因为在这 说到这大家也许就明白 博弈不过还是对局交手的一种名词 我们天天都在博弈 只不过我们日常不知道罢了 博弈就是用这种游戏的思维 来看破看似无法改变的局面 解决现实中严肃的一个问题 在博弈论当中 每个参与者都在特定的条件下 争取利益最大化 强者未必胜权在握 弱者也未必永无出头之日 因为博弈论当中 特别是有很多个参与者的博弈过程中 结果不仅取决于参赛者的实力与策略 还要取决于其他参赛者的制约和策略 博弈论作为一门科学 是由西方人创立的 但归根到底博弈论 论根本不过是一种日常现象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先分析他人的意图 从而进行合理的推测及选择 而所谓的博弈论 就是行为者在一定环境下和规则下 选择一定的策略 加以实施 并获取相应结果的过程 博弈论应用图十分广泛 但正如上文所讲的 博弈论的原理数学运筹中是一个分支 其研究运用了种种的数学工具 一般读者如何掌握呢 这里存在的一个矛盾 一方面 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应用了数学时 才算达到真正的完善的地步 马克思说的 另一方面 数学似乎成了博弈论和我们普通人之间 一道难以愉悦的鸿沟 面对这条红锅很多人反应是怂怂间走开了 少数人则会企图通过学习来跨越 但这两种反应忽略了一个浅的道理 一个不会编程的人 照样也可以成为电脑高手 没有高升的数学知识 我们照样可以通过博弈论的学习 成为生活中博弈的高手 虽然没有学过高等数学吧 但是不影响他运筹帷幄 然后用他的知识 田击赛马赢得赛马吧 对吧 然后博弈论首先是我们思维现实中的一套逻辑 其次才把这套逻辑严密化变成数学化的形式 我们在博弈论的目的 不是为了享受博弈论的分析过程 而是在赢得更好的局面 说到底 博弈论只是一种分析的工具 用这种工具来简化问题 使我们分析明了也就够了 另一方面博弈论的思想既来自于现实生活 那么他就可以高度的抽象化的 用数学公式来表达 也可以用我们日常的事例来说明 并运用到我们生活中 本作的作者就做了一切努力 正是试图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例子 来介绍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及运用 并且寻求用这种智慧来指导我们生活的策略和方式 毋庸置疑 博弈论是博弈论的力量在于 它普遍适应和数学的精确性 它就犹如漂浮在海上的冰山一样 虽然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但是它为人能欣赏和孕育 也正是这一部分 一方面 海面下的理论体系 足以是苏哉学者经过研究 并且获得诺贝奥经济奖 另一方面 露出水面的形象 生动的模型和策略 又可以使我们很简单的获得新鲜活泼的思维工具 以最低的成本赢得 加薪获得爱情 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这些模型里 有警察抓小偷 有两只公鸡掐架 有两只猪互相算计 又有自相残杀的三个相守 还有两个猎人究竟如何打猎 因此 因为数学对博弈论 望而却步 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了 任他逆水三千 你只取一瓢饮水 就已经足以了解你生活中许多问题了 本书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模型 除了我们可以了解 令人震撼的社会真实轨迹之外 我们还可以让我们学到的人生处事的一些方法 更何况在博弈论的思维方面 古人早已经让西方人甘拜下风 不要说三国里面的斗智斗勇 就是战国时期的孙并 也就早已运用博弈论的方式 来赢得了赛马和战役 博弈论的大师谢林真曾说过 如果我们要研究某个理论 或某个发展的概念 如果你认为这个理论或者概念 将促成人们对现实的理解 那么我就请发明一些浅显易懂的概念 也许正是这句话的鼓励 笔者才不断浅漏 结合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案例 提出了唐央策略 曹操策略等几个完全中国化的概念 希望能够反映中国古代人民博弈的一个智慧 无论是面对上司 圣衣伙伴还是面对朋友 老婆孩子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有形或无形的谈判桌前 本书所提供的博弈思维 可以把这些谈判变成一张张棋盘 让你从中得棋局无闲子 学会文武攻略恐吓等一些手段的策略 达到情场得意 观场顺利 家庭幸福的目的 你还记得上次找上司提心畏果吗 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吗 可惜那时你还没有学习一点博弈论的知识 跟一些策略 这些知识本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工资 然而提高的幅度会比你预料的还多 你还记得上次因为迁就女朋友而倍感悲伤吗 或倍感委屈 如果运用博弈论的知识 保证你可以和女朋友相处得更为融洽 你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总是借钱不还的朋友吗 或者是生意对手上讨价还价吗 用博弈论的知识来解决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吧 约瑟夫福特曾经说过 上帝和整个宇宙的玩骰子 但是这些骰子却被人动了手脚 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它是怎么被动手脚的 我们又应该如何利用博弈论的诡计 最大限度的被让这个被动过手脚的环境中 实现自己的目标 本书的完成要感谢吴杰英文昭丽等朋友的帮助 更要感谢博弈论诡计的繁体几个版本的责任编辑 赵建宏 徐瑞芳 陈学英 于苗等付出 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长风陌路 等网友的鼓励和支持 也就没有摆在你面前的这一本书 这是作者于2011年8月写的 这本书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位作者叫王春勇 是法学硕士畅销书作家现居深圳出版过 活得轻轻松松的心理法则 然后是博弈论诡计医药 然后估计这是我们给普通读者读的一本书版 然后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章 然后我也会每天读一点读一点 这样也可以让大家利用简短的时间 来学习一点博弈论的小知识 这样我自己也可以增长一些见识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 再见